大家好 我們是桃園巴德和平路關榮水晶 我是關榮水晶洋店長 今天是我們關榮水晶教室的第五集 主題是 巴西烏拉圭 哪一個水晶洞比較好呢 那答案是不一定 購買水晶洞以前 每個人都要以自己的考量位置來去做決定 今天我們會用兩種方式來做比較 讓你們可以清楚的知道 水晶洞怎麼樣才能跳到適合自己的 首先各位可以看到這兩顆水晶洞 那大家可以猜猜看哪一顆是巴西的 哪一顆是烏拉圭的水晶洞 答案是右手邊這一件是我們巴西的水晶洞 那左手邊這一件則是烏拉圭的水晶洞 各位可以看到這一件巴西的品項 質量非常的高 是屬於5A中裡面非常好的極速 那各位一定好奇說我們剛剛講的極速是怎麼去劃分的 可以參考一下我們第一集水晶洞如何劃分 裡面有做一個詳細的說明喔 再來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這兩顆烏拉圭紫晶洞 在我左手邊這一顆 它是屬於烏拉圭比較入門款的水晶洞 那烏拉圭的水晶洞劃分跟巴西一樣 是以顏色動型來做區分 那在我右手邊這一顆 它的極速明顯比左手邊的這一顆來的更直一點 那以上兩種比較是否讓大家對巴西以及烏拉圭的水晶有更深的了解呢 不管是巴西的品項或烏拉圭的品項 本身都有極速上的差異 所以水晶洞不會有最好的水晶洞 只有最適合你自己喜歡的水晶洞喔 那我們今天的教學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在下方的留言處留言給我們 我們日後都會一一的做回覆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 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以及分享 別忘記打開小鈴鐺 我是關榮水晶洋店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